各位觀眾朋友 出國度假最重要的就是輕鬆又舒適囉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旅行當中的好幫手 就是它一直實用的行李箱 而實用的行李箱 堅固耐用 一定是必備條件囉 可是像丁丁自己在挑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它輕 畢竟啊 行李操縱費可是不便宜唷 另外啊 我在它在輸送袋的時候 一定要很醒目 為什麼呢 這樣你才不會認錯行李啊 而且你在那邊拿東拿西 又拿錯 那不是很不優雅嗎 那至於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還會挑什麼重點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囉 時尚意識抬頭 旅行中不可以或缺的夥伴行李箱 也成為展現個人品味風格的重要配件囉 不只要實用 色彩更是要多樣又繽紛 不管是亮麗 帥氣 或者是優雅 每一款都獨具特色 但是消費者在選購的時候 除了樣式 顏色 還有個人喜好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是考量的重點呢 就可能耐不耐摔吧 然後好不好推 因為出國就是方便比較重要啊 就是所以心理箱佔滿大的部分 我覺得清一定是要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心理箱重的話 那加上心理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難提 然後如果美觀的話 很好看的話 我就會直接買了 就不會想什麼 一個實用又美觀的行李箱 絕對可以為你的旅行加分不少 但是要怎麼樣才可以挑到一個堅固耐用 又適合自己的行李箱呢 有幾個重點一定要掌握到喔 第一個 它的重量是不是夠輕 就是說你是不是大概一根指頭 或兩根指頭 就可以拿得起來 當然這中間也是包含就是說 您拿的是幾吋的行李箱 像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24吋的行李箱 那我大概一根手指頭 我就可以拿得起來的一個重量 表示它是很輕的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行李箱在拖運的這個過程 就是說它非常強調一點就是說 它的輪子一定要非常的好推 它是不是360度的 然後它不管用什麼樣的 哪一個方向 你都能夠推動這個行李箱 然後再來要注意的就是拉桿 這拉桿是不是很堅固的 那一般現在我們輕硬殼的行李箱 我們大部分都是會搭配 鋁合金的這種材質的拉桿 那這種材質的拉桿是比較堅固的 除此之外 行李箱的材質也是挑選的重點 因為行李箱最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外殼遭到碰撞時導致變形 因此在選購行李箱的時候 盡量選擇耐摔的材質 像是ABS以及PC材質 都是符合耐摔的特性 這種ABS的材質呢 因為它是做鑽石顆粒 所以它不怕刮 就是說比如說鑰匙啊 什麼東西去刮它呢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會說上面有痕跡這樣子刮傷的痕跡 那像這種PC材質的東西呢 其實它裡面也是ABS 但是我們特別附上了一個PC膜 那PC是什麼東西呢 PC就是這個 憲兵他們的防彈盾牌 所以如果再厚一點點程度的PC 它就是可以防彈 所以這種PC這種東西是非常好的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既然連子彈都可以擋 何況是我們一般的這個撞擊 它是OK的 而材質也是影響行李箱 本身重量的關鍵 像是一般傳統28吋的行李箱 就有7到12公斤這麼重 而業者選用ABS 以及PC材質所製造的行李箱 一樣是28吋 重量卻只有4.5公斤 相當的輕巧 另外在行李箱的內層 業者還貼心的設計了 活動式的底部拉鍊 不僅拆卸方便 還留有維修孔 方便做一些簡易的維修動作 而更貼心的還有 業者在28吋的輕硬殼箱裡頭 做到了加大1 3分之1的加乘 可以容納更多的東西 改變了以往印象無法擴充 增量的印象 而專業的行李箱 在品質上也通過多項的檢測 像是裝載 行走 落下等等的測試 在兼顧耐用的程度上 都達到合格的標準 除了實用 耐用的設計之外 現在的行李箱 還兼顧到流行時尚的元素 不僅色彩鮮豔 還有多樣的花紋圖案 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像前幾年呢 非常流行像那種動物紋 比如說斑馬紋或豹紋 那這是一定要的 那另外呢 像今年我們開發幾款 比較有童趣的這個款式 包含就是積木箱啊 拼圖箱啊 然後還有之後呢 我們秋冬會出一款叫迷宮箱 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 那迷宮箱如果說你在這個 搭機的過程當中 非常無聊的時候 你還可以玩一玩迷宮呢 業者創造出色彩繽紛 多樣化的行李箱 走的卻是平價的路線 主要是希望這樣的行李箱 可以成為人人都消費得起的 流行配件 不過其實不管是顏色 材質 只要依照自己的需求 再掌握一些選購的指標 相信就可以找到心目中 理想的旅行好幫手 MING PAO TORONTO